大肥推介 控油 去蝕 防脫髮洗頭水 JW 韓國的 現在你們見到的廣告那兩張照片 頭髮的就是一個半月之前我用的洗頭水 未用洗頭水 接著旁邊那張就是一個半月後 剛剛我剪同一個髮 同一個光源 同一個闊度 拍的照片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如果覺得這兩張照片是真實反映到的 可以來打電話聯絡我們 訂貨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我大肥尋找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好 大家好 汪向編輯部 今天13號 我是真BC 我是以德台仰 台仰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而已 是啊 社長要稍微休息 因為他有點忙 我們今天就說一些比較 我們本土的東西 就是我們澳洲和紐西蘭的東西 澳洲和紐西蘭的東西 澳洲和紐西蘭 OK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DOWN UNDER是什麼 澳洲和紐西蘭就是叫DOWN UNDER 那些英國人就叫我們 因為我們在地球的下半角 沒錯 然後台仰 今天又問了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擔心過 你將來的子女會娶個外國人 就是會騙她的身份 或者PR那些東西 你所指的是 不是紐西蘭人 或者不是澳洲人 或者是澳洲人 其他國家來的 透過結婚就移民 沒錯 就是這種 因為現在 我想紐西蘭也一樣 很多叫做雙婚 就是明馬實嫁的 是 illegal的 但是明馬實嫁也好 但是我身邊也有很多例子 就是叫做騙婚 就是騙了身份 遠走高飛的 結果就是最後跟第二個遠走高飛的 那其實呢 你就有一首歌 你有沒有擔心過這些東西 其實將來的 現在我還沒擔心 現在太小了 兩個 是是是 將來可能不會擔心的 是是是 但是你 那邊有沒有例子 是真的有朋友 或者是被人騙了身份 之後被人拋棄 或者是分了身家的 我自己沒有 我身邊沒有 那我分享過 有聽過的故事 是 你講你講 我的故事呢 就是真人真事來的 那我媽呢 就跟一個 這裡一間叫做 很大廈的 在TVB都經常聽到她的名字 一間賣雜貨的 進出口公司的老闆好朋友的 那她就經常在那間公司那裡打等的 以前有個香港女生 是 我就叫她T啦 那T呢 就在那間公司打工的 那呢 我有時候都去接我媽媽 因為她們去那間店裡喝茶 就接我媽媽 那我旁邊就有一個男生 都是我們這種 ABC 就在這裡等她女朋友的 那我就跟那個男生講幾句 聊天 那男生就說 她幫她女朋友 就 搞了申請PR 就叫 partner visa 配偶簽證 那她那個男生的父母 還出了首期 那她 她就和 那個T小姐就和那個男生 就一起住 同居 那之後呢 就 天天就是這樣 那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媽媽就和我說 哇 T小姐 好什麼 好大 好 好衰 那些老人家就覺得好衰 就是說 T小姐和那個男朋友 那個ABC男朋友 分了手 是在那個PR下落了之後的 三個人立刻分手 那我就和媽媽說 哎 那別人的事情 那不關你的事 那 或者別人真的感情丟淡了呢 那 我媽媽就說 會說越南話 和 會說廣東話的 那 那蔡哥呢 就和這個T小姐搭上了 哦 有路了 那之後呢 之後我就說 哇 媽媽 這個世界真的變得很廢話 這些就聰明了 之後我說 阿蔡哥幾歲 阿蔡哥差不多五十歲 那我說T小姐幾歲 T小姐 小過你 T小姐二十六歲 那 那 那T小姐 那我就說 或者人家 蔡哥和T小姐 都是 拍拖玩玩玩而已 之後我媽媽就說 玩什麼 人家蔡哥就快和他老婆離婚 那 之後我就說 哎 人家說你不要相信 那 之後我又過了三幾個月 我又去 那間店裡接我媽媽了 是 之後這次呢 我真的看到T小姐了 T小姐這次就不同了 弄完 他就來 給了一張貼給我媽媽的朋友 就是以前呢 他就拿一部很小的 Colorna的 現在就拿 就是現在就拿了一部 白色新款寶馬的 X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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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自高氣揚 從店裡走出來了 嗯 那 之後他 就是我都認識 有一點點認識他 之後他就 他跟我說 他說 喂 你 啊 真BC啊 你當 那晚早點到 我們 很多東西吃的 就是 講到自己有幾豪華 有鮑魚龍蝦 那 又據我所知 T小姐 其實家裏就不是很出身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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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媽媽呢 就是借錢出來 供他來澳洲讀完書的 那 那就 就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好像我們這些 土生仔 或者 好像 土生仔 就是有 有這個PR的 就是居留權的人 其實呢 如果 娶一些沒有居留權的人 其實都會沒有一定的風險 從這個 T小姐的 Case T小姐是一個人 真是一個大贏家 從第一個男朋友 ABC 拿了PR 第二個 賊散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賊散 就是 令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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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哥就 投家散了 慢著慢著 他是第一個男朋友 男朋友 就拿到PR 就是 用CIVAL UNION的形式 沒錯 同居 OK 因為他們是大學同學來的 所以 他是未畢業的時候 已經是買了樓 只是想著 這個 因為他的父母 就是ABC的父母 就覺得 這個女生 算是 算是 基層出身 不會 比較單純 不會有什麼 花招 這樣 第一個男朋友 就幫他拿了PR 第二個男朋友 第二個男朋友 現在是老公 我強調是老公 還有小哥哥 所以 蔡哥都很厲害 五十歲的人都有 小哥哥 那 之後 就是 就是 有大屋主 有靈車 開 有犯狗養 是不是 有狗養 真的有 真的有 那 有一份 五萬分 左右的工作 現在是少奶奶 每天就是這樣 幫蔡哥 收一下 收一些採錢 很幸福 是的 所以我就是 剛才也說過 帶出個個案 就是 其實 我們在海外的 土生仔 或者是 不要說土生仔 或者這裡有居留權的人 其實 如果 沒有居留權的人 其實都是 會 有一定的 風險 所以 其實 我的媽媽 或者是 我的家庭 都是說 如果 娶外國人 都是要小心一點 還有最好 就是 找一個 有 有身份的人 這樣 起碼 你就不會 蝕了 身份 起碼是 目門對目門 是的 沒錯 目門對足門 沒錯 我不知道 紐西蘭 是不是 有限定 一個 有批評的人 只能擔保人 兩次 據我所知 就是 最多兩次 那麼 那麼 頭一次 跟第二次之間 最少要隔五年 嗯 那麼他們會查你的 都查你的 是否真的 是一個真實的關係 那麼 都是 他們都會查得很仔細 又要你的 生活照啊 有沒有一起做一些 什麼 一起的活動啊 旅遊啊 是的 有沒有一起旅遊 還有他們會查你身邊的朋友 對你兩個的評語的 那麼 因為實在太多這些所謂雙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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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中國來的人 以前是很流行的 因為 那些廣告啊 就這樣打廣告 打在報紙上 雙分可以 這些是很普遍的 你們現在價錢多少啊 嗯 你們知道價錢多少 雙分的話 如果是紐西蘭 西蘭 都好像十幾萬左右 啊 十幾萬 柳子 我想跟澳洲差不多 十萬八萬 那就是澳幣 十萬八萬 我們都差不多幾多的 是啊 很多人 十幾萬已經 兩年的年薪了 嗯 對一些國人來說 已經是賺兩年的錢 來的了 所以是幾次分 好像當中了一個jackpot 那麽厲害的了 拿了一個首期啦 或者有些人說 是啊 拿了一個首期 嗯 那我又講了一個 很搞笑的例子 就是 是我從一個 留學生朋友那裡聽來的 那呢 就有一個女生 在大陸的四川過來的 那是嫁在這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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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是 有 有 有 最搞笑的是那個鄉里就是找人搞雙分的 又是TR階段的 又是TR階段的 就是給了第一期錢的 那之後最吊詭的事就是之後發生了 就是大家都以為大家有PR的 女的跟那個男人說我有PR 那個男的跟他說他有PR 那兩頭都撇了自己的贊助 撇了自己的擔保人 那個女的就撇了餐館那個男的就撇了雙分 因為他不想給第二期的錢 因為雙分是一期 好像兩年 第一年是給一半錢再給 誰知道最後兩個都是沒有PR的 結果最後一齊了 回到中國了 不知道後續是怎樣 所以真的很搞笑 這個例子就是說 他們覺得你有愛有就不用了 即是他們在雙分的過程找到珍愛 而兩個就回中國了 是這樣的情況嗎 是的 第一個是騙分的 我覺得是騙分 騙分 又未完成第二階段 第二個是男的雙分 又未完成第二階段 兩個都是TR 最後兩邊的贊助 都是撇了這個擔保的 兩個都一頭空 結果他們都是一起回中國的 所以都是珍愛回去了 最後都是珍愛回去了 所以都是 偉大的 是 所以我覺得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這些case 就是說 如果有朋友 有讀書 或者有小朋友 有這裏身份 就是 就是 要小心一點 就是因為這些 你找partner 就小心一點 就是 尤其是那些 沒有本地身份的人 那 就是 就是 你不知道結婚之後 他們會對你怎樣 可能就是為了 就是部署了一切 就是為了跟你結婚 我們結婚就分了一半身家 那種 沒錯 雙分就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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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就是偏分 但是反而是好的 就是 大家明馬實價 不會 就是一堆錢而已 就是一堆錢而已 就是一堆錢 但是不會欺騙了感情 感情就是很嚴重的事 是啊 沒錯 就是 我又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Tasmania 我知道的 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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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北京人 就是 真的是我朋友 有一個北京人 就是在Tasmania 工作的 她認識了一個上海妹 那上海妹就 跟她說 因為我不知為何 大陸人 好像說北京人 就不是那麼上海人 但是最後 那上海妹 就是 看到北京人可能有 有份工 又有身份 那就跟她結婚 那 後來 就是我們 當時 都是阻止這個朋友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女生 機心 十分之重 那 我北京朋友說 不會的 因為北方人 你知道大陸大陸 其實都是 有股豪氣的 沒錯 比較爽朗爽快 爽快 爽快 那我們就 叫她不要 誰知她 真是 都是結婚 沒錯 那 就是 故事應該是 那些努力 大家都想不到 就是兩年之後 那個女生 就說 分身家 分身家 就可能沒有 因爲她當時未買樓 幸運 那 那個女生 就 就 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兩年之後拿了身份 因爲還入籍 她忍了三年 這個好爽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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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籍的安全 你不用怕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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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籍 是好似是 你如果入了其他國籍 你中國籍 就自動取消 中國變 是不是 沒錯 是啊 那 澳洲政府 沒理由 令你變成一個 沒有國籍的人 嗯 嗯 所以 那個女生 就跟她說 我呢 其實當時 都是 爲了 什麼 爲了你的身份 爲了 好來好去 你放我走 什麽什麽 那男人 你知道那些 北方人很不分氣 就是 會比較 剛烈一點 不行 你要砍他 這樣就沒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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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這麽容易啊 你騙我就可以 這樣 結果那個女生 真的做了一次很壞事 那她就認識了一個國籍 她就帶了一個國籍回去 在她老公 就是 當時的老公 是 摸手摸腳 知道什麽 知道什麽 這個就是我男朋友 我現在就給你綠帽 你想不想 我現在直接帶他去房 因爲那個鬼子很大隻的 那個北京佬又不是很敢 怎樣 因爲始終 他不是很像我們那樣 這裏大的 他有點害怕 英文又不是 不是很完美 講不過人的 那他就 那他就 就是 就是很激起 那他就 他就跟他說 你走 你現在走 我就跟你簽子 那結果他就很傷心的 跟那個女生簽子 那之後 之後呢 他就 找我們出來 談判一下 是 喝一下酒 那之後他就說 他就說 唉 以後真的小心 以後 以後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中國人 大陸人 就覺得 來個分就好像是 有個污點的人生 就是他們這樣想 就是不開心 因為他說 如果回到家鄉 他跟我說回到家鄉 沒面子見江東父老的 是的 他就怕人家 覺得他是對老婆不好 老婆才 你知道 中國北方的人 比較大男人 還有被人要面子 那他就怕人家 覺得他對老婆不好 才跟他離婚 是 所以呢 他就很不開心 一段時間 最後他都離開了塔斯曼尼亞這個州 就在船尼找到他生生活 那他都是 那他現在找的女朋友 他都是 有PR的 都是有身份的 是的 就是沒有那麼害怕 那我都是說那句 其實我們不是 不支持這個叫做 異國戀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點 就是 其實有很多是騙子來的 那 那 就是我不是說 我們有這裏身份 又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 就是 有很多人需要的 其實 很多人需要 都是的 都是的 因為其實好像澳洲那樣 就是 投資移民都幾貴的 那要拿身份都不 還有現在考英文 都是比較難少少的 那 還有 尤其是香港 有一幫本土派 搞了幾年之後 每個都 打算移民 所以 其實 以前 十年八年之前 那些香港人 是 讀完書就回香港做工 不會好像現在這樣 打算留下 是的 現在 現在就是 想盡辦法留下 以前就是想盡辦法 快些讀完書就回去做工 所以是有不同的 是的 是的 所以 我就是 這些就是我分享的故事 我們 有空都要在這個 方向編輯部分享一下 我們見到的 好的 不好的 我們都會分享一下 這樣 其實 是的 那台陽你 你當時 有沒有 就是你申請移民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會回香港 就是 拿了身份 回香港 回流 我以前讀書 就是 一心想著 就 讀完大學 就回香港做事 哦 那時候 就讀完 就讀完 最後那半年的時候 就 就真的沒有什麼 就很無聊 生湖就是 就是讀書 接著 就回兼職 日日如是 嗯 那很幸運 那時候 在我還沒畢業之前 就找到一份長工 哦 哦 那時候 那時候 考完試之後 那 剛好我那邊 就過了三個月試中期 立刻 立刻做全職了 哦 做全職之後 過了大約 兩三個月 那我連畢業證書都出來了 那我立刻就去 那 又有一份 工作在那裡 那時候 我轉做 work visa 哦 那我轉做 工作簽證之後 那 那 就試一下 入籍申請一下 移民 因為那時候移民很容易 你有本地學歷 你有本地的工作 工作 那就可以 那他就會收你了 那我很順利 全部都非常順利 填一張 form 給個 application fee 這樣 申請到 就批了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大學畢業了 那不用IELTS 考IELTS 是 你入大學前 需要 哦 現在不是的 現在就算澳樓 現在移民都要嘛 是 全部都要 以前 以前 大學畢業 他就覺得你是夠 qualification 是啊 因為我 大學畢業是這裡的大學 不是其他國家的大學 現在不行了 現在都不行了 現在都不行了 現在 就是現在是真的 就是 我想 現在是幾難 因為好像我們這樣 在英國過來 英國家庭 印象中 如果 即是我阿媽過來先的 那就是 印象中 如果1965年之前 來澳洲登陸的 全部是自然地變成 我印象中 如果英國人的話 是 自然地變成 澳洲 那現在 我看那些親戚 搞PR 那些都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要 要是很大塊錢 要是 考很多次IELTS 聽說 那些愛爾蘭人 都要考RELTS 是嗎 沒錯 是英國人的 很慘 但是紐西蘭人 他就不用了 是紐西蘭人 因為 我們簽了那個 是協協定 就是 兩國互通的協定 就不用了 那就好一點 但是 前一陣子的 這個 citizenship 那個 bill 其實都搞了很久 現在都不知道 能不能通過 所以 其實 勸一些想移民澳洲的朋友 英文呢 是要準備多一點的 還有 我們這邊的文化 其實跟香港了解到的西人文化 其實香港多數都是看美劇多一點的 都幾大分 其實是很大分別 尤其是英文呢 我們的口音呢 是可以說 跟美國音是分別 是十分大的 沒錯的 所以其實應該要好好地準備一下 我都有幫朋友 準備一下IELTS的東西 其實呢 在大陸很多網站 好像什麼五一雅師 那些網站 其實他們貼的題 是很準的 我幫一個朋友問我的舊同事 就是上星期六考的 Speaking 的題目 就是 Advertisement 就是廣告 我舊同事是貼中了 香港是考廣告的 這個 這個寫作Writing 都是貼中了 考Education 但是他給了十題出來 其實就是 十題 其實有兩百多條題 我以前在大陸教IELTS的時候 是有兩百多條 Writing 現在他貼十題 他中到其實都是好的 所以 都是說那句 移民之前 很多事情都是三思的 其實台洋 其實你 你 你 最初 在紐西蘭的時候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是 最初 在紐西蘭的時候 其實就要追溯回 我剛剛來 劉西蘭讀書的時候 是 是 那 最難是 是 這個節奏太慢了 相對香港的節奏來說 這個真的非常慢 那時候等的巴士 是 你錯過了 你錯過了一班車 你要等一小時 才要下一班 嗯 你等我上下 差不多 那是大城市 是嗎 是 全國最大的城市 是 是啊 是啊 一來節奏慢 二來 班次又少 11點 之後就沒有車 你就會睡街 然後如果你錯過了一班車 又不會開車的話 那 那 的士 是的 是的 的士非常之貴 非常貴 沒錯 那最重要的 一定會開車 去到 我想去到澳洲 都是 很多香港人都不會開車的 來到這裡 是必須要學的 因為 在新西蘭15歲 就可以學開車 那我來到這裡 最初我來到 就 半年 半年內 我已經就去考了一個 排線 L 是的 考了一個 那個叫 學神 類似 是的 學神牌 L 你有那個牌 之前那時候是叫 限制的 哦 就是有限制 我是考了不試 之後 考了不試之後 就有個學習的規定 然後拿著學習的規定 你可以去學車 再考一次 再考一次 再考一次試之後 就有一個限制的規定 限制之後呢 就有限制 你 它就限制你 不可以再客 速度 好像沒有限制 速度是跟回 正常路面的速度 它就限制你 可以開車的時間 就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 你開車 但是你 不可以再客 這個就是限制的規定 限制的規定 開一年半 你就可以考一個全規定 又要考一次 就是 考兩次的 路面駕駛 那時候我很快就 限制的規定 等於P牌嗎 等於P牌嗎 類似 類似 類似P牌 哦 那時候我很快就先拿這個牌 不然我哪裏都不用去 就是 試過一次 還有省很多 其實有車的話 是省很多錢的 反正 是啊 因為巴士不便宜的 都是 還有找東西做 你沒有車 很難找到東西做 是啊 做不到 做不到 很愚蠢啊 你只能夠找在家裡 那時候 人家又不快 又不是經常上網 那就 每個人初來到這裏 都是做這些事 現在可能不用了 現在 比較方便 現在我想不同了 現在 就是網絡發達了 還有 怎麼說呢 就是 城市又發展了 網絡又發達了 所以 可能 Entertainment又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是啊 好 那我們這節結束了 OK